幫我試個聲音好嗎? 這樣聲音可以嗎? 聲音都可以嗎? OK 有沒有什麼mine要調整? 這邊嗎? 大家都可以嗎? OK 他只想會幫我介紹一下這次電影 今天次來 介紹電影之後 他是一部看起來用類型片包裝 然後非常劇情緊湊 但是其實在講的是 兩個受傷的心靈 怎麼樣在面對一個案件之後 逐漸的有一些潛移默化 然後也各自找到跟傷痛並存的方法 這樣講可以嗎? 很棒 這是作為監製心情上面 有沒有哪些需要考慮的點? 其實有一個新的身份就是會更不安吧 然後又是第一次 真的很謝謝唐大哥 這麼大膽的啟用監製小白 對 讓我可以有一次很好的嘗試跟學習 那但是在過程當中 其實是 的確會有很多矛盾的 然後包括跟導演之間 我們也會有 就是創作上希望更多時間 但是卻被另外一個監製 稍微小滅一下打槍 然後再重新去考慮 怎麼樣在有效的時間內做創作這件事情 所以確實蠻多的 然後還有 如何 惡整自己的兄弟 讓他 來演技物片子 用監製的身份欺負他 這個他應該有很多話可以分析 還可以 這是怎麼被欺負的小片哥 唉 君寧其實他欺負人的方法 絕對跟大家想的完全不一樣 這是君寧第一次當監製 所以他對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 那不管是至於表演 那我記得 其實導演很辛苦 那我們劇組有一段時間 其實工作時間非常非常長 那 每次每當君寧大家感覺到 我們maybe覺得累的時候 他就會用眼神尋求幫助說 他那個眼神就是要透露跟你說 你可以繼續多留嗎 你別走 我們還需要你繼續排 那那個時候身為朋友 你就自然會跟他說 我說沒關係 你別擔心 我不會走的 你到什麼時候 我到什麼時候 大概是這樣 太美了吧 對兄弟 姐妹 這算勤勒嗎 你好會嚇住這樣 哈哈哈哈 所以這次的十七十六年 在合作的感覺怎麼樣 我自己是非常興奮 因為我覺得十六年是一個 在演員生涯當中 滿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這幾年大家都有 在圈子裡面不同的作品 所以也會很想看看說 哇十六年之後 我的朋友變成什麼樣 就是這個過程其實是很期待的 然後也的確在這一次的整體過程中 發現小天 他從以前到現在演戲 有一個東西從來沒有變過 就是他一樣非常非常真誠 然後全部all in 就是在好幾場情緒戲裡面 包括從早上hold到晚上 然後hold了好幾天的戲 然後包括有一些動作的場面 他也都是身體受傷 他都覺得那是最小的事情 對所以就是看到 他一樣的對電影的熱愛 這件事情是我覺得超棒的 那會想要你這樣的情緒 跟猴子有持拍 例如三兆猴子新的電影 那我要演誰 我也是猴子的一部分 你覺得適合誰 你覺得你比較適合女子 你覺得我適合誰 你覺得我適合誰 我 我只覺得 我只覺得 跟君寧演戲 大概是我這工作的過程 十幾二十年以來最累的一件事情 因為跟君寧太熟悉了 所以如果你要讓我再完全丟開 對張君寧的認識而轉而認識 戲裡面的角色無解的話 我會好好考慮 對但是 猴子 嘿嘿 我的尷尬 那你自己看完 山道猴子的一生 自己覺得怎麼樣 我其實覺得很寫實 我覺得超級寫實 那在報導出來的前一陣子 我就已經看完了這個上下期 那我只是覺得 當然他們講的 當然是現實 當然是車圈裡面的事情 在這幾年間 我也看了很多 但是我想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 我覺得現在我們更需要的是 更多包容跟理解 那當然可以 有些東西很好笑 當然可以嘲笑 可是 不應該只有嘲笑 所以你自己覺得跟男主角真的很像嗎 不像 自己覺得不像 我不是為了女孩子去騎車 他也不是一隻猴子 我已經變回人了 有些印象深刻哪一句哪一詞嗎 喊以前喔 喊以前喔 可以再秀演藝一下嗎 沒有啦 沒有啦 開玩笑看得到 沒有就是 對大家還是 我覺得 更多的是 我還是希望大家來多看看茶五子星 因為我覺得 難得在這個時代裡面 我覺得現在 尤其在這個時代裡面 更需要大家包容跟理解是 如果大家很願意 多花點時間 關心真實的人 也許有很多事件不會發生 那在茶五子星裡面 有很多很真實的一個狀況 相對來說 我覺得在這個時代裡面 很難得有人 像大英導演 像唐大哥一樣 製作一個 這麼誠實的一個電影 所以因為蠻多人都關心 以前的車禍 所以你 雖然你當下就跟大家說沒事 但後來處理的還好嗎 挺好的 我難得 我說真的 我很開心 就我當下其實一點 不開心的情緒都沒有 第一個當然是我錯 然後再來是 我很難得遇到 一個車禍狀況裡面 大家都這麼心平氣和的 大家都笑笑的 然後問對方有沒有怎麼樣 然後能不能 有沒有用保險 有沒有叫警察 那我想 那我想 在這個現在相對來說 比較浮躁的風氣裡面 我覺得很多事情 也許真的不用生氣 也許真的不用發怒 昨天剛好怨滿屁死嗎 對 我四十歲了 哈哈哈哈 晚上都十一點前睡覺 這麼早睡覺 都沒有再去逃跑山之類 我晚上 我晚上 我本來就是白天起來的人 所以我晚上 撐不了太久 那有過跑山經驗嗎 有啦 對啦 今天不聊這個 哈哈哈哈 哈哈 那在這最近是不是有 剛才兩件事情就是 比較浪漫 或者是 我覺得其實 在《茶舞子行》裡面 其實甚至是 每一次表演的演出出現 我都希望能夠有一點不一樣 再上角色也不一樣 所以其實每一次都是一種 對我來說都是一種 壓力跟突破 尤其是 你看看曾一廷導演這個 像狗狗般 真誠 誠摯般的眼神 你就知道 他會給你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的考驗 他會 他不會滿足你給他三個take 你可能要十三個 他要你看看 身為張君寧 身為阮靜天 他有沒有別的可能性 所以就滿常被導演 堅持情樂 你不是情樂 我們是心甘情願的 心甘情願的被樂 是被導演 那時候剛剛講到兩部電影 這個玄天大地 那一部 有消息說已經通過 金馬六神出水了 有知道這個消息嗎 我不知道 對 好像有聽說出水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部題嗎 雖然間不在意 OK 我覺得黃文英導演 是一個非常認真的導演 他以前是侯小潛導演的美術 那我想 尤其是在電影圈裡面 真的很需要 無論是黃文英導演 還是曾一廷導演 這個至於各個不同領域 關心不同事件的人們 所以我想很樂觀其成 你想想看 多麼棒的一件事 各式各樣的作品 百花齊放 我覺得這是超棒的事情 好 謝謝大家 兩位這次算是類型的 那之後如果就是 有很高的片酬給你們 你會願意演到愛情戲嗎 這跟片酬無關吧 他看到說很高的片酬 對啊 很高當然也很好 但是拍拍戲 跟片酬也是 沒那麼大相關吧 對不對 但主要是愛情戲 我們兩個演得來嗎 我OK啦有關啊 有關 你說片酬有關是不是 可以 一個回答可以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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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喔 美美今天又是妳 然後小天你站在旁邊 那個踢的位置 我們先開掌 小天我們站中間 這邊踢的位置 然後 金金幫我站在 對對對 兩邊都可以 因為我要抓一個中間點 對對對 對對對 這邊這邊 好 然後導演在 對對對 在小天旁邊 好 那今天先請四位幫我 我們再來拍照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都是老朋友 非常感謝你們今天來 在擺盪之中 你們能夠到我們這個場子 非常非常感謝 導演 曾英廷 這是他的第一部電影長片 希望你們大家 能夠支持他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的 男女主角 阮金天跟張俊寧 這是十五年之後 他們再次的一個組合 十六年之後的一個組合 我們非常非常開心 有他們兩個 那俊寧這次也是殲置之一 幫了我們很大的忙 所以就 感謝各位今天來拍照 來採訪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那我們就先從四位開始拍 好不好 我們在這個位置 OK嗎 OK好 那我們大家先看 我們先看中間 我們時間先看中間 OK 我們時間統一看左邊 好 我們時間統一看左邊 好 OK OK 那我們統一看我們的右邊 一個讚好嗎 好 我們先看中間 好 我們先看中間 好 我們在右邊 OK OK 好 我們先看左邊 我們統一看左邊 我們統一看我們的左邊 好的 我們看 我們右邊 右邊 右邊 好的 中間還要補一下嗎 好 好 我們是在左邊 左邊 左邊 右邊 右邊 左邊 左邊 好的 那我們四位OK了 好 那我們先讓男女子叫 對 我們先看 OK 好 好 我们先看左边 我们先看左边 然后我们看左边 中間 好 我們再換看一下右邊 好的 OK 那我們就這樣 右邊 好 我們再看一下我們的右邊 OK 自己的愛情對不對 先看我們的中間喔 我們先看中間 來 正前方 正前方 好的 那我們的右邊都看到了嗎 右邊 先看左邊再看右邊喔 我們先看左邊 OK 那我們右邊也好了嗎 好的 右邊 OK OK 好 那我們 女主角先留下我們 阿小天就休息一下 我們先換女生 先看中間喔 好的 正前方 正前方 好 然後 正前方好了 看到妳的左邊 大愛心 好 空間好了喔 OK 我們左邊 左邊 開個愛情好不好 愛情好了 那我們右邊 再會一直走 右邊 OK 好 會不會想往那邊 點回來啦 好的 謝謝 謝謝周杰斌 我們又請小千 我們先看中間喔 左邊好了嗎 好 好 回到中間 好 回到中間 好 女生看我們一下 右邊 右邊 左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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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張 好 左邊 OK嗎 好的 謝謝 謝謝小千 我們旁邊休息一下 我們今天有墊接風 我們先休息一下喔 好 到我們